确实是高科技产品 它的专有名称 叫智能交通伪装监设管理系统 那么这一套系统 它的造价是多少呢 在2002年向全国推广的时候 设备加上它后边后台的整个管理系统 大概一个电子眼要将近七八万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琢磨琢磨 这个一个城市里头 它就有多少道路需要装电子眼呢 包括后来推广的一些公共场所 我们说为了治安而安装的这些摄像头 那么这应该说对于一个三线以上的城市 都是一笔相对庞大的开支 因为动辄几百个上千个 这电子眼就装上了 那这笔费用 有些城市 它的财政系统里很难支付 就钱紧拿不出来 比如说拿不出来那你别装 那不是啊 这东西装了以后 确实管理各方面规范了 城市可能也因此发生变化了 所以有一些地方呢 研究出了一个新办法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这个重要话题 就是电子眼对外包了 这是从2002年向全国推广的时候 当时有的地方就琢磨了 比方说一次电子眼投资 可能得好几千万 政府拿出这笔钱 这样吧 有个商人来了 说我出钱 我掏这几千万 我给你这个城市大街小巷 我按上电子眼 那我们说无力不起早啊 你这咱们作为经商的人 我要投一笔字 我肯定要回报 那怎么回报呢 有办法了 你这电子眼安装 他不是谁伪账之后 就能罚你钱吗 罚款吗 就把这个罚款当作回报 电子眼安装商的一种形式 怎么回报呢 比方说我这个你伪账超速了 罚100万钱 这100万钱里边呢 工件收回多少 有百分之多少的比例呢 是归你这个电子眼安装商 让他提成 有很多地方 据我了解 最高比例有提40%的相机 就38% 有提20%的 百分之十几的都有 据报道 四川某电子眼承包公司 在成都市区 及其附近交线的主要路段 安装了大约1000套 交通违章检测系统 而从2006年到2008年间 这家公司每年从违章罚款中 所获得的收益 高达数千万元 随着很多企业加入到电子眼承包的行列中 问题也随之出现 2013年8月 因为成都市民投诉称 自己去年曾收到两张交通违法处罚通知 可是根据通知单所列出的违章时间换算 他的小汽车在15秒的时间里 跑完了3.6公里的路程 时速竟达到了800多公里 人们对于电子眼外包之后的公正性 提出了质疑 这个车是最不好开的 不管包括人口 包括人口的 都是养的 执法权本来是不应该市场化的 也是不能市场化的 包括对于我们的一些交通信号这种设施 这种建设 公安部是305身是有文件的 绝不允许这种商业企业 在罚款分成的方式来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运作和建设 就是企业他为了资深利益的最大化 他就希望他的罚款最大化 那么企业就可能会绑架 他们的执法机关 把罚款的罚款做得最大 这样会会间接的损害我们 整体老百姓的利益 那么这种情况一出现 一开始只是一些地方的个例 你叫广东开始有这个 后来这种事情 被比较精明的广东 福建浙江那边一些商人发现了 觉得这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办法 于是这些人想什么主意呢 带着这种方案 当然都已经设计的很成熟的方案 开始到一些城市去游说 这里又节省了人力又节省了物力 又节省财力 然后罚款罚出来 我拿走我的基层 还不用政府拿钱 不好的事 于是这种现象在全国出现了非常多 陕西有一个县城就试过这个事 把交通处罚这个权利 包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干嘛 雇人雇车 专门在一些地点 拿数码相机在这拍超速的 就其实等于电子眼改人工了 人工拍超速的 然后一个人一天的指标 是拍50辆超速的车 罚款 你要是完成这个指标 给你发工资 你要超额给你提成 毫无疑问 这种事带来的 后患无穷 你想想商业行为是要求利益 我利益是第一目的的 那么公共执法行为的 公平是第一目的 管理是第一目的 这两个之间是有冲突的 你想我的作为要提成的 那我巴不得你多发钱才好 你多发钱我好多提 我巴不得多抓几个违章的 所以这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了 明明有错也不纠正 就是有些时候 在我罗亚全不晓得的情况下 他突然给我发条件起来 甚至我想不起来了 我好久走过这条路 当然这个现象呢 也不能完全说是由于电子眼外包带来的 因为以前呢 咱们有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 涉及到一个罚款上交 有的时候呢 并不是收支两趟线 比方说这个罚款上交之后呢 地方财政呢 按照相应的比例给你返还 你要多罚就多返还 那么经过一段管理之后 实行收支两趟线 这现象得到了遏制 可是电子眼外包呢 却使这样的现象 以合作的方式明目张胆的回来了 如果说我们说以前那种多罚款呢 之类的 它还涉及到一些腐败违法行为 我们相对明正言顺的管理 可是这种行为 在很多城市出现之后 你会发现有的司机就埋怨 说这电子眼在这设应该不应该 说为什么有的部门都检讨 说这电子眼在这有点问题 你比方说 有的路段 一路上通的 却非要限速60公里 本来前面开的挺顺的 到这一看限速60公里 赶紧不踩刹车 可能摄像头离你就非常近了 这时候反而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那有年我们在贵州去就遇到这种情况 贵州的高速路上 它就是这个地方限60公里 突然给你限44公里 或者先80公里 突然给你限个64公里 然后马上就个电子眼 反正我觉得它 自发上还是有问题 你现在觉得这个电子眼的这个数量已经过多了 不仅仅是过多了 而且让大家的车主 开车 心里面始终提醒掉 现在就感觉反正我们对这个意见是非常大 我这个开车非常小心 就是反而造成了这个比较拥堵 这种 所以我们现在说这种情况 应该是我们现在社会必须治理的一个乱象 而且有的地方 它不是说是明目张胆的 说你这公司签合同 你拿走百分之三十几百分之二十几 有的是什么 有某个企业 我赞助 你表示这城市装摄像头了 好 有企业说我赞助 花这几千万给赞助 它是白赞助的 这不是慈善事业 那么它必然背后有些交换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予以考虑 采用什么样的办法 把它遏制住 其实这个现象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这个电子眼问题 你看有很多地方城市管理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政府也觉得负担不起 也没那么多编制 用什么办法 比方说城管 很多地方的城管 挂靠着一个城管公司 成立公司 然后这些人 这不是就等于在这个劳动合同上 有个公司了吗 城管都算这个公司的 签合同 那么既然是公司成立了之后 人肯定有这种利益需求 想要赚钱了 那好 城管收留有三百多项执法权 管小商小贩 伪障建筑之类 罚吧 你快点叫你搜您 你怎么玩了 我跟您搜 下来了吗 收了吧 您不下班 我下班 所以这是很多城市里头 城管问题解决不了 那好 弄公司吧 挂扣到那去 所以现在咱们事业单位改革 以前讲过吗 就应该呢 把这个城管呢 并入到公务员系统 因为他手里掌握的是行政处罚权 这个处罚权是不能滥用的 是不能和公众发生利益关系的 它只是代表一种管理方式 管理行为 所以说城管 他并入公务员队伍 明确他的权力为行政执法权 这样割断 他和利益之间的千十万里联系 这是对我们城市管理大有好处 所以说电子眼在这方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作为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 来彻底治理一下这种交换 公共监管实时拍摄 汉子普通的电子眼 激发了好莱坞编剧们怎样的创作灵感 从木乃哥风波到深圳韬盔门 电子眼泄露个人隐私事件 平线爆端 谁来给电子眼上一把安全锁 公共监督与个人权益的边界 又该如何平衡 本期老梁杯世界 丁股电子眼正算播出 当然电子眼身上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外包的问题 这些年呢 为了把这个社会治安搞得更好 很多城市出于良好的目的 大量的装各种电子眼 咱们也不断的在一些公共场所看到 此处为电子图像采集区域 意思这是公共区域 那么首先一点 这个没问题 在公共场所我们设置电子眼 有利于治安 有利于一些案件的侦破 这个咱们绝大多数老